老大 哎呦 有没有 嗯 咱们是不是有熟了 又没有味儿吧 又没有味儿 又干颜色 多了兄弟 你不要忘了 你加点药 你其实很可怕 它肚子有点咸 你要让每个人都喝到哪里面吃一次 我也挺好吃 我刚刚试一下 很爱意的汤 那我们的菜都来吃了 耶 我们的厨房给我们的大银子 我们烧好多 我们得直接拿 但是我们要马上直接再拿 我今天从这一边就感觉服务员 是吗 来吃 我为什么要给你 谢谢 你注意发现我也会烧菜了 哦 那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也是没气的 这是谁的刀工 这一定不是刘洋老师的 所以细一点 像这样就入味了 哇 我们烧的是能吃的 你们要相信我们 不是多浮一下子 还没有摆盘 还没有摆盘 对 我们明明明 那第一 我是第一 可以摆螃蟹了 买得好 先来凉 谢谢 你坐吧 好来 对不起 你目前费费应该是 所有手当中最好 对 因为我没有肉 错 你用我 你也是肉 小鲜肉 小鲜肉 我马上就准备 谢谢 谢谢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对把鲜的好的 把鲜的好的 放在外面 放在上面 这一拨我就没有看有气了好 你不是拿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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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点东西 把鲜肉 哇 专业走了 把鲜穿锅 别了 把鲜穿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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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 没关系 我新东方的 快快快 快快 我的新东方班 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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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三组学员的三道菜 已经全部做好了 就目前我目测一下 四个字来形容 惨不生病 首先我是没有什么食欲了 但是我觉得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夸一下 好处在哪里 或你们的创意在哪里 就是熟了是吧 就是随便煮一下就整来了 我觉得我这个菜 先把它的名字叫做 风女炒辛德拉 然后风女是白菜 然后辛德拉是鸡蛋 因为辛德拉的异技能是球 口感应该会比较咸吧 因为我个人喜欢咸一点东西 你能告诉我 你加了多少盐吗 我就看着加 就一勺两勺我也不知道 首先这道菜 到底能不能吃是一个问题啊 没事 反正我不吃 大盐不惨 来 我们问一下柳元老师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或者你们的创意在哪里 就叫好吃啊 因为我觉得菜的名字不重要 味道是更重要的 而且我们没什么文化内涵 就两个字好吃 我倒觉得土豆丝 是我们的这个劲敌 汤就算了 那么在柳元老师口中说的 做得还不错的这道土豆丝 我不知道杨阳老师是怎么来诠释的 我们这个土豆丝有一个非常有 非常残酷的名字 它叫铁卢堡血泪史 怎么说 铁卢堡里面全耳人 然后耳人长得都像土豆 然后切丝了的耳人 再配上鲜红的辣椒 代表着铁卢堡的血泪史 我们来听听各位学员 在刚才做菜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原生做菜 就是找不到什么视野 会把味精跟盐困在一起 就颜色很像啊 但是它的形状不一样啊 但是我们妹妹子 都是从来不用做饭 比如说我出去 就男孩子请我吃饭 好 在刚才的做这道汤的过程当中 哪一位出力最大 宣告老师 我不是就放了两勺盐吗 没有 就是他身为一个 就是男生 我觉得说句实话 是值得依靠的一个人 就是他这样的男人 会让人想依靠 就如果我是女生 我会选择嫁给他 就是这样 那男生呢 如果我是男生 还嫁给他 如果去掉好吗 可惜没有如果 有的有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 开明度很高的 真爱就应该表白 但是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啊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就是今天就就着这道菜 嗯 现场表白一下死亡宣告老师 宣告老师就是 我一直很喜欢你的九块腹肌 他有健身但是他没有腹肌 对不对我也不信 证明一下吧 我隔着T恤我都能看出来他没有腹肌 有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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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耶 真的 没想到 来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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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会接送你的 哈哈 你不 人生就是不尝试是不会知道的 嗯 我还是喜欢柳檐老师 哈哈 好接下来是柳檐站队的学员们 我们队除了牛奶以外 剩下的一群都是傻白甜 老师 那个油是啤酒吗 然后我就 哦 完了我们这肯定输了 但是 我们拥有一个女神导师 全程带着我们完成了这道菜 我觉得我们拿第一没问题 We are the champion 谢谢他们 他们表现很棒 我觉得这道菜 80%的功劳应该是在导师身上 剩下20%是在我身上 哈哈 好开玩笑来 第三个站队 杨阳老师站队 说真实话没什么太大难度 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会做菜 说句实话 我是新东方到个毕业人 真假 真的真的真的 哦 你是新东方学什么的 我是新东方那个 帮他们端菜的呀 哈哈 等于没说 送你玩 但是我说实话 因为我们队里面有三个 他的翻炒的技术 真的是炉火成青 所以我敢说这道菜 一定是这三道菜里面味道最好的 好 掌声送给他们 呃 三组对自己的菜都非常的有自信 那么其实真正的好吃或不好吃 并不是他们三组来评价的 我们接下来要有请 比较中立的一个人群 也就是我们的大众评审 来有请我们的大众评审 来 呃 首先我想问一下两位一个问题 就目前 看这个色相来说 最想吃的是哪道菜 嗯 看 麦香的话 中间这一道 看吧 喂呦 吃货呢 我是食肉动物 哈哈 这还没吃 已经被俘虏了 这样吧 我们依次来品尝一下 品尝一道菜 然后简单的说一说 这道菜做的怎么样 来 首先我觉得汤留到最后吧 因为汤不一定能喝啊 来 先吐豆丝 咱咱咱尝一道钟 好 好 谢谢观看